欢迎收看 哥只有两个不会 哪两个不会呢 这个也不会 那个不会 因为什么都不会 所以让自己重新归零 努力学习 这样一切就OK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 谢欧师人生 有很高兴 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以前的业务生活 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领域 不同的想法 跟不同的收获 好 紧接着就说 日本业务很顺利的录取之后呢 也从那个科技的公司 去这样做训练 经过ISO等等的 相关训练 也知道 那业务的工作 是要跟人 跟人接触 尤其我那时候也是跟日本人 这样相接触嘛 我这样工作大概 差不多七八个月之后 就发觉到 科技业的 那个业务形态呢 一定有固定的一些客群的 那我就是很单纯 就立行性公式 寄一些新的产品 然后呢探讨价格 等等 就是我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生活 我要怎么要继续再下去 好像没有什么一些引爆点 或者是一些比较新的刺激的感觉 那我又看看我之前的那个主管 他是干了15年之后 才变成科长 而且要有止缺喔 才会再晋升 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 如果在这家公司 当然薪水待遇是不错的 但是呢我要想更上一层楼 第一个也没有这个止缺 然后第二个 我时间真的要等那么久吗 所以那时候在思考我的人生的方向 该如何去走 该如何去进行 真的人在想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外在的因素 来促使着我 为什么这么说 刚好 我们以前的 学姐 就来找我们 我们在 台中山庄的时候 有一群好伙伴 好同学 我们那时候跟学长学姐相处的蛮不错的 他呢要开一家量饭店 而且呢是在台湾 一家新型态的日式量饭店 因为他也是在日本留学之后 想把这一套带回台湾 去做经营 那时候呢 我推算时间 应该有 快20年的时间 那时候台湾的量饭店还没有所限在下24小时 所以他那时候要创造一家 会营业到凌晨2点的量饭店 那我们听完之后 就是很兴奋 哇 台湾的 第一手 这样子 这样子形态的量饭店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新鲜 然后呢 学姐跟我们讲说 我们是第一批的 干部啊 如果说 公司进行无措之后呢 我们这些人都变成店长 然后店长的 薪水就会 更多 因为那时候我在那个 科技业的那个 那个 日文业务呢 其实薪水大概3万左右 如果说我在这样子 现实形态的日式量饭店 算是算 蛮先驱的 蛮先进 蛮先驱的 那 我 可以达到 店长的职位 然后我的收入 可能会 在10万 以上 所以我在 思考过 我就想说 跑道决定 我要转换 跑道 而且 跟我所学的 因为我是 日文科系嘛 他又是日式量饭店 所以之后呢 又可能会外派到 日本那边 再去做进修 再做学习 我当初 我所想要的 所以 我一然全然的 在科技业做快 一年之后 我就 转换到 量饭店这行业了 看起来好像是 蛮 顺风顺水的 但是殊不知 在量饭店经过 三四个月之后 因为他 发生一件蛮震撼的事情 有那位学姐 他的爸爸 原本在 当初 一个 某某体系的量饭店 算是非常庞大 结果殊不知 因为 这个体系的量饭店 基于 扩展店 造成他们 财务恶化 然后因为财务恶化 就会 直接影响到 我学姐 所开的量饭店 因为他们资金是 是流通的 所以经流动 不是很好 所以 会 濒临 倒闭 破产 所以 那时候我还在学习 量饭店的一些相关性事务 我那时候还是 以储备干部 我接管两个部门 一个是食品部 一个是电器部 那我说印象非常深刻 应该爆发这样的财务危机 合作的厂商 就过来说要要求退货 果不其然 经过一个月之后 这家公司就倒闭了 量饭店就收起来 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几个点 第一个不要后悔 自己做过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后悔 你事情已经发生了 你后悔有什么用 对不对 虽然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但是我从 里面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你看 被别人挖角是这样的感觉 但是 当你要被别人挖角的时候 你要没有符合几个条件 第一个 你没有本身的能脉 你不认识这些人 能这样才有办法去挖角你 然后第二个 你没有 相当的实力 如果你没有相当的实力的话 其实能 根本 不会看上 你 也不会去挖角你 我觉得很庆幸 因为当时我累积到一些 资历等等 然后 也跟学长学姐相处不错 他知道我们的工作能力的状况 所以他会来找我们 让我们获得这样的工作 有没有所谓的危机处理能力 虽然我们那时候爆发就是 财务危机 当然最终 电还是收起来的 但是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那时候半夜很多厂商 要来拉货的时候 我跟这些厂商 去做对谈 因为那时候我才20出头税而已 那我要面对是一些厂商 那么大概都是 大哥大姐级的 上个40岁 那我跟他讲说 如果假设 货 公司真的进不上 我保证货可以让你全部拉回去 但是这段期间 还是让我们继续做销售 因为 你那半天就是要有货 赚了钱 我们才能可以拿到这货 货款吗 刚出社会 我真的 蛮有勇气的 跟他们这样谈 然后他就觉得 好啊 反正 你是答应我们 公司倒闭 你还是让我们把货 把它拉回去 到哪个 可以降低他们最低损失 所以他们选择信任我 让我们去做相关性的事情 所以 虽然到最后 真的公司倒闭了 那我还是依旧说 当初的职位职权 我还是 让他们把义序 把货 都拉回去 所以 我觉得一件事情 都可以让我们充分 学校的东西 就看我们用什么角度 去观看 遇到一些困难 遇到挫折 你们把它 化为助力 让我们亲信 那时候遇到挫折 我比 更多人遇到 倒闭的挫折 那我到现在都还蛮硬 只好说 我带过公司 被我带到倒闭 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吗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经验 我觉得我在 处理很多事情 我看得更广 我的心思更缜密 你不要说遇到挫折 我就完了 就完蛋了 我都会做不好 怎样 其实不会啊 你看你怎么去 命对啊 所以先把我们自己的心态 给调理好的话 我们做事情会更棒 好不好 所以今天 希望今天我分享我以前的业务工作 会给你当然 不同的收获 如果你喜欢的话 帮忙 继续你的私职 在我们这边 按分享 按赞 按追踪 好不好 那期待下一次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拜拜